山区中大片焦黑痕跡和一点鸡尾残骸 伊朗总统莱西搭乘直升机坠机机上9人 全数罹难 伊朗官媒原本只透露莱西的机队中有一架出事 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中难员迟迟到不了出事地点 因为周围农物飘散 天候恶劣 伊朗官媒开始呼吁全民祈祷 却等不到奇迹 除了伊朗总统莱西外 同机乘客还有伊朗外长 东亚塞拜然省长和另一名官员 他们刚刚到亚塞拜然边境出席 做水坝启用仪式 当时画面成了最后身影 莱西搭乘的是贝尔212中型直升机 可能从1960年代起服役 但伊朗受美国制裁 维收零件恐怕难以取得 极端保守派出身的莱西 原本是为最高领袖的可能接班人 但她以血腥著称 当过专门处决政治犯的委员会成员 当总统后更收紧道德法律 2022年一名库德族女子 被道德警察打死 引爆大规模示威 伊朗总统坠即身亡 第一副总统召开紧急那个会议 还预留平时来袭的座位 挂上黑带 按规定伊朗得在50天内 重新大选政治权利 恐怕跟着洗牌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